中国大陆北京召开和平共处五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将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五年提供上千份奖学金 十万个培训名额 捐款新台币3.2亿 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脉相承 所谓的全球南方 指的是开发中国家 习近平强调 绝不走国强必坝的歪路 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 说的是哪一国外界心知肚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能削弱 只能加强 多边主义不容动摇必须坚守 大陆和平共处的对象 恐怕没纳入老在南海 频频呛瞎的菲律宾 纪念活动当天 菲律宾代表耿叶表示 菲律宾境内有九处美军军事基地 美国不断破坏中非关系 恐怕让心爱家园沦为战场 大陆和平共处的对象 恐怕也没台湾的份 大陆战狼外交官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二十六号出席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专题研讨会时又语出惊人 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 目前在台湾的政权 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卢沙野口出狂言 表示中国政府随时有权 驱逐台湾这个政权 并把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来 这番话恐怕让极动的两岸关系 又掉了零下极度C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